大雨突如其来 整条马路淹大水 民众随手拍下画面 汽车经过时 水花剑起半个车身高 强降雨造成高雄路竹多处淹水 许多车辆进退两难 附近居民自主围起封锁线 拍照上网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大雨稀里哗啦混着黄土 路竹公园半小时内多处积水 受热带新低气氧影响 南部地区5号发布豪雨特报 高雄陆竹永安三小时内 累计雨量都破100毫米 6号上午仍有局部大雨 今天白天气象局已经解除了 大雨特报 预估今天在往西北移动的过程当中 热带新低气氧它的强度 还会有持续减弱的情形 在南部地区西侧沿海地区 都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 8到9级足的强震风 局部的零星降雨 台南仁德中正路 积水也有半个轮胎高 水还淹进加油站 这场豪大雨也导致 国道3号田辽路段 一名邓姓驾驶 疑似雨势太大 失控打滑 擦撞大货车 乘客伤势严重 当场昏迷 到院前死亡 双方驾驶经过酒侧 都没有酒精反应 还要再厘清肇事原因 大新闻南部综合报道